我就是想等你 等你講開場白 然後我忍不住笑 他忍不住看著我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以為你會講開場白 因為未開始 現在正式開始 苦練第一次跟你做節目 不好意思上集我忘了跟你說我要請假 因為PV人跟我和你倒數 下次請假會再提早告訴你 首先祝你身體健康 大家這樣說 今年就賺多一點 不用強健 應該都差不多要的 是嗎?你不是被人捅過鼻子嗎? 有被人捅過 我當時生小孩要被人捅鼻 是嗎?這麼慘 不過希望大家講完今天 祝大家繼續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 大家如果睡醒了 或者睡醒了 然後看著我們的節目 麻煩留下言說一下早晨 大市成交 今天都沒有特別大的升升跌跌 我覺得現在都在跌40點 真的很輕微 在做24884點 大市成交今天照舊568億 你覺得到25000 有沒有雞呢? 你覺得 25000很容易 其實昨天都興奮過 不過興奮之後馬上落回來 問題就是 站穩在25000樓上 有沒有機會可以提高一點 是的 今天的表現 其實我都覺得港股算很厲害 相對於昨晚美股跌成這樣 然後前天A股創新版 其實都是倒了七彩 你看到港股 其實各個板塊都叫做交到貨 還有很多板塊對於利淡消息的反應 其實不是那麼敏感 例如836 其實之前大家熱炒的電力股 其實昨天出來的業績都挺驚嚇的 大家猜它去年可能跌兩成左右 但結果出來跌八九成 但是你見到今天股價反應是反而升的 變成大家可能對於它去年過去的事情都算了 都比預期再 就是預了它差的 出來再差一點點 反而就寄望未來的發展 還有昨晚美股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因為出來的CPI 又不可以說很超預期的 其實你7.4 因為它的範圍其實本身都是7.0至7.6 大家猜 當然你平均之後就是平均7.3 所以出來7.4至7.5 就叫做華超預期 然後那個國債就馬上升了 因為那也是挺重要的心理關口 因為10%國債上升到2 上升到2之後 因為這個債息 你對比其實上一段出現 就已經是19年中 19年中 即是剛剛開始美國減息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就由2.25至2.25 其實那裡已經減了一兩次 減到1.5至1.75 現在的利率仍然是0 已經破了2 變成大家可能在優惠 可能在年底之前 其實可能加到6次息或以上 由現在0加到1.5的情況 變成3月中那次 即是一次過加0.5 機會就越來越大 可能在3月中加0.5 然後剩下的6月、9月和12月 就每次加0.25 到年底就1.25至1.5 這個水平 我想現在的市場 或者美股那邊 其實那個價格是正在反應這個預期 變了那邊科技股就慘淡一點 但是對我們的影響 對於我們的影響 都很控制 自己也沒有美股那麼害怕 再加上對於息率敏感 那些股份 相對來說都不是太過大反應 因為本身電力股 對息率是較為敏感的 因為其實它也是從債的 但你看到都不是真的 很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所以這方面可能就 這邊就投資者會比較深定 可能就看回今年有什麼利好消息 例如內地就不停地出一些 扶持經濟的政策 再加上美國那邊不停加息 那中國這邊 央行似乎都會陸陸續續有些減息 降準的措施 那流動性就寬鬆之後 反而可能對於資產價格 即是股市等等 會有少少正面的影響 那現在是正面這件事 那我猜今天是不停地調整一下 那美股昨晚大跌 那今天都給面子下跌 那一向不是不跟的嗎 港股 不是 升不跟 升不跟 跌我們是跟的 真的慘 所以美股如果跌回三四百點 即是道中跌回三四百點 我們都要跌回幾十點 之前最低消費都要跟足 人家跌三百點 正路就跌三百 我們跌五百 那今次又跌三百多 我們跌回三十多 對 三十多 因為去年真的跌得很慘 我覺得 跌了二百多天 可不可以試試今年不要跟著跌呢 這個是我一個小小的期盼 對於我們的防固 爭氣一點 但是你剛剛講起那些 息律 或者相關的問題 說之前再繼續 追蹤之前 首先大家 都繼續早晨 你未夠那些摘古 Garry這些全部早晨 但我都要講一點點 給一點點時間 現在我們下面這裡 那你又見到 會有一個新的Yellowbar 就是因為我們跟白材 有一點點的合作 然後就宣傳一下 幫他們 你沒事吧 沒事 他只是喝咖啡 然後就幫你們 爭取了一個開會優惠 在優惠期內 成功登記 就會有七個大的優惠 有些免費試用 還有一些折扣的優惠 長程的話 麻煩就掃一下QR Code QR Code之後 就會有些資訊給大家 好了 講完 然後就講 這個息律的問題 其實相關 之前的銀行股 他已經升得很瘋 五號仔 然後我也有幾天 沒有看過他 原來他現在還是站著 58元這些位置 差一點點就可以去到60元 很多人都說 等一等他破60元的大關口 有沒有什麼看法 看法 看法就是 相關的銀行股 其實現在都可能已經升了一層 其實你看到 無論美股也好 或者港股也好 其實這個加息的概念 的股份 其實可以升不動 你看到匯豐是前天見了頂 昨天的市場 過市破2萬5元 其實他沒有創新高 即是沒有去到60元 是的 60元之前 其實阻力是大 還有港股這裏 有少少是過敏感 對於美國的價值 因為你見到匯豐 其實他上一個美股加息週期 例如一七八年的時候 他是去到76元左右 這些位置 那這個的加息週期 如果是跟上次那個 即是有這麼一場 因為上次都加了兩年 然後再減下來 那如果今次的加息週期 真的延續到兩年或以上的話 那匯豐我覺得是有機會 即是破之前那個頂 即是穿76元 甚至上80元的水平 但就應該不是現在 即是不是短期發生的事 那短期會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就現在 已經提前反映了 或者提前消化了 這個加息的影響 那所以60元那個阻力是大的 那你破不了的話 我覺得要回下來 那還有對於 之前錯過了的投資者 你也說 我不會在這個位置追 我一定是等他下55元 或者再以下 即是50元這些位置 那最多如果你破60元 那我到時再追 但我覺得這個機會 真的不是那麼大的 你看到昨晚 即是美國十元的國際息率 即是穿了兩年 今天的反應 即是居然這麼冷靜 即是你一些 你少少根據炒 或者是 即是向上迫的意欲 或者氣勢都沒有 那我都覺得這些是 我想先回了 然後再上 那今年我仍然覺得 會控是有機會 和有希望的 即是今年年底之前 即是見到70元這些水平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嗯嗯 那大家都開始陸續出來 那如果有什麼號碼 或者有什麼想談的話 照舊 一有號碼 我就會停止我的功課 那去到 這個應該不關我時的行運 但是航運股版法 我一會兒想和Alan說一說 但是今天呢 其實恆子呢 其實低開了87點之後 試過轉升 但是現在還是繼續去 不是啊 好像想夾上去 是的 很快又升回 那今天其實那些很大的升幅 就是除了一些內房之外 就是一些資源類股份 都升得很誇張 然後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1171 我記得的 嗯 嗯 演狂 是的 這個1171 那其實那時候看它呢 就是想看看 是否有多阻力位 然後18元就試試可以玩一轉 那想不到都真的 繼續強勢 那現在說 說煤炭ETF那邊呢 都升了1.3% 那還有說在A股那方面的話呢 除了一些鋼鐵類 資源類股份 其實都繼續夾上 是 A股那邊 那譬如說這一隻都創了新高 有沒有說 對一些相關的股份 或者抗類啊 或者譬如可能2600這一堆呢 其實都是有不錯的升幅 那資源類股份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會不會說是 接下來會炒的板塊呢 資源類股份 我覺得這一刻會炒的 因為炒業職 是 去年 其實都是全年的 全年大半的時間 這些上油資源 無論是鋁 銅 鐵 鐵 煤 全部都是高位來的 所以這些相關的企業 一定是賺到盆滿的 那你賺完之後 你又不想留那麼多錢 在公司或者留來都沒有用的話 那會派息 所以這些我相信 就無論業績也好 息率也好 其實都會相對帥 因為這類這樣的資源股 其實派息相對慷慨 因為其實沒有太多資本開支 所以他留一些錢在這裡 沒有用的 所以他最好的方法都是派 還有他大股東 就是國企 全部都拿七成以上 所以你派息 其實都是 那些錢都是匯回到自己 那是不小心 就是順便益一些小股東 什麼不小心 順便益一些小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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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益一些小股東 OK的 所以現在這一刻 我相信都是炒業績 大部分都應該會出營起 或者已經出了營起 至於再限一些小股東 鋼鐵就差一點了 因為鋼鐵 其實過去幾個季度 都不是太好的 因為由去年第三季度 或者第四季度 開始 內地限電限產 所以一限就先限鋼鐵 所以去年開始 其實生產都已經受到幾大的擾亂 然後今年就因為要籌備冬奧 重組之後 因為籌備冬奧 所以華北大部分這些高耗能壓高排放的廠 其實一月份就已經停產了 一直停到現在 冬奧都去了一半 即是都超過了一半 應該就沿了冬奧 送走運動員之後 這些是有機會可以復產的 所以就打了衝勁 可能三月份開始 這些是會再復產 再復產的話 一來應復需求 以及降價那些 其實都是在高位 所以變了就是鋼鐵股 現在就未必真的炒業績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離譚 都是都叫做 即是投退者 市場有個心理準備 未必會有一個過大的反應 反而就憧憬在 即是三月份 他們可以復產 生產正常 同一時間就是 但是雖然之前 你剛才提到華爾夫的新聞 就是奈利加門發貨會 又說他們可能 降企龍頭想重走 叫做行業整合 即是進一步 其實現在已經整合得很後期 其實降鐵已經經營了很多輪的整合 即是由可能早期 可能是00年代 其實很多民企的降企 或者是市場的競爭 供應其實有很多一款 那現在變了 其實絕大部分的鋼材 其實那個供應商 都是國企背景的 即是馬鋼、鋼、鋼、寶鋼、重慶鋼鐵等 其實全部都是國企背景 剩下的公司企業數目也不多 所以今次再進一步整合 或者是趁現在 即是之前限產、限電的時候 那些小型雲企鋼廠更加頂不住 所以再兼平它 我想這個就叫做一個最終的整合 這個都會對大型的抗狀 一定有利 即是對於安鋼、馬鋼等 一定有利 因為它是兼平別人的那間 對於小型那些 就是可以盡早解脫 之後不用掙扎 完了之後 就應該對那個行業 生存下來的企業 價格等等 都會有利 好 因為你剛才說起 因為這麼快去到鋼的項目 會不會夠夠 稍後會搭一隻三五百的鋼 來等一會 因為昨天就看過這隻安鋼 我深思思就三個幾四元 就衝進去 原因呢 為什麼呢 就是我看它好像想破位 還有因為昨天那支棍 即是成交量都不錯 我覺得 然後今天就創了一個月的新高 就是這樣說 四個一號碗 其實今天衝進去四個零七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興奮 覺得OK啦 還有現在 譬如看這隻安鋼 它都碰上去一百天線的 我覺得是水準 就是上去一百天線 還有說六個多 在九月的時候 上年九月的時候 一直跌跌跌跌 到現在這個位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升幅的話 還有我剛剛也有想過 你說三月 譬如當現在因為東澳的問題 他們要停產一段時間 因為都不可以排一些廢氣出來 我猜 然後去到三月的時候 你一復上班的時候 你的產量多了 那會不會是現在可以炒定這個板塊 原因就是因為它暫時 它未能提供一些產品出來 所以就炒定線 然後去到三月 即是復上班 排一些產品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沽額的一轉 我想都不用等到三月 你二月份都可以炒到很多轉 因為這些其實大家都知道的消息 所以一開波 現在就在衝上去 未去到炒到盡 因為通常炒完 或者大家走路前 都會有一兩棍大升 現在又真的未去到那裏 還有現在我覺得 向上還有一點水位 例如這一下 有機會看有沒有機會 夾到五元至五個二 這些位置 可以看到這麼高 又沒有多了20% 這些鋼鐵股 其實都很大上大落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相關那個 還有這個馬鋼 有沒有什麼看法 反正都講起鋼鐵股 其實一樣 怎麼說好呢 很多聽眾都對這一隻 都很有興趣 還有看圖來講 雖然它裂口高開了之後 其實它都沒有回落的跡象 還有不少資金都會湧入江西銅那裏 還有房間也有很多股評人說 江西銅都可以口一口 我想聽一下 Alan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於江西銅 江西銅其實跟銅價都沒有什麼回過 它自己回了下來 還有現在就在炒 剛才講漏了一件事 就是內地的環保政策 似乎是有些放寬的跡象 對於銅就還沒有出口說 但對於鋼鐵 其實又說了剛才講 因為我講漏了 對於鋼鐵來說 因為早兩天其實有個消息 就是內地就將鋼鐵行業 那個碳達峰的年期 就由這個2025 就推遲到2030 因為如果你2025又要炭達峰的話 其實鋼鐵廠已經沒有任何增長的空間 因為你要增長的話 你一定的排放是一定增加的 這個無法省 你練多少鋼鐵 就要排多少氧化碳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2025炭達峰的話 就變成你的產能 去到2025 就要到頂了 現在將到頂的時間 就推到2030 變成了鋼鐵那樣東西 就多一點時間 變成了技術各方面 其實可以改進 因為你說 因為現在是2022 2025只有3年 其實技術不會有很大幅的提升 所以你變成 就剛才所講 你做了一噸的鋼鐵 你排一定量的氧化碳 應該不能省 反而你的時間長了之後 去到2030 起碼你現在看了8年時間 你去過那些技術 你的效率提升 變成了 就可能同樣是 是練一噸的鋼鐵 可能氧化碳的排量 就可能有所降低 變成了即使是去到2030 炭達峰也好 但是你的產量 仍然都會有一個增長的空間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但是大家覺得這段時間 可以炒鋼的原因 但是其他行業 就沒有這個政策出出 現在只是講鋼 其他上游的資源 就沒有的 但是大家都在猜中 沒有來大氣勢超價 你給鋼可以推遲 太太峰的目標 其他例如提煉類 這類都是高排放的 銅壓那些 那是不是都會有 相同的優惠政策 衷勁著 主要都是衷勁著 內地環保的政策 就有所放寬 因為過去一兩年 就因為要堅持 炭達峰、炭中和這些 變成很多 作為內地經濟支柱的企業 其實就面臨經營環境 其實是挺困難的 現在可能就意識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繼續下去的話 人類未被全球暖化消滅之前 受被二氧化碳 我們就被經濟崩潰 所打垮 所以今年的 大家都拆換了一個 政策上的一個轉向 由去年可能 就過度地 專注於新能源 現在就 轉向傳統經濟 傳統能源 所以你說江西銅可以嗎 可以 不過 看回那個空間 你看到江西銅 就由18.2元 1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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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上15元 你覺得可以炒得多高 炒上18元 就兩成的升幅 但到頂了 但你看回鋼鐵 鋼鐵還可以炒 鋼鐵就升兩成 都是五分而已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鋼鐵股 比鋼鐵股更好 我覺得那個位置 價位上看 鋼鐵股就直鋼鐵股 還有政策很明確 是放生你的鋼鐵 鋼鐵的行業 但如果譬如三百的話 他問入得了沒有 因為我覺得現在 現在在圖表 純粹說圖表來說 有一點尷尬 尷尬 就是好像 你現在這個位置 又是那些阻力位 然後其實 都是只有那些 少少百分之的升幅 但你又要鋼鐵穿 好像有點難 有一點尷尬 不吸引 純粹我覺得 挺好這個 不是太吸引 不是太吸引 可以再看一看 阿波 故事又不是很豐富 是 都是港鐵的故事 而且重組 然後那些龍頭 可以再 好像內房 你明白嗎 那個感覺好像 有一點內房 感覺 政府幫助他們 大家都可以繼續說 那個股票號碼 因為 都是那句 你們一有的話 我會停一停 好了 Garry說 銅、鋼 就要配合經濟好 有點難看 以及股票 就不一定跟期貨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說 阿爺想搞好經濟 經濟復甦 因為說疫情的問題 其實都令到 中國那邊的經濟 停頓了很久 所以 接下來 今年 他們也有很多政策 都在說 要拘捕經濟 所以 我覺得那些資源 都可以再看一看 是啊 是啊 因為 其實你說 拉動經濟 幾個方面 你可以內需消費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你要拉 內需 拉消費 不是你政策可以指導 你沒有流行強密的人 出去消費 買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 其實有 同費政策 有矛盾 其實香港也是 你沒有流行 一直鼓勵人出街消費 同一時間封你城 所以就不會封城 哈哈 就未必會封城 但會封區 不是封區 就是封樓 慢慢慢慢 一層一層這樣封 一層一層這樣封 是 你覺得會有用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用 因為現在都說連廁所水 都可以做污染 傳播 所以我就覺得 有點難 這樣說 所以你對於內需政府 你也說 始終你要推消費 推落稅 這些 可操縱的難度是高的 但是你做基建 這些就比較容易操控 因為你真的扔錢 你落文件指令 就要蓋了 那他就蓋了 還有好像說 我聽我的朋友說 在中國大陸那邊 即使現在 他春節 即是前陣子春節 以前可能會放兩個幾星期 但因為今年 他們都不能夠回家 所以都是叫他們去做 去年也是這樣 去年也是這樣 但去年都可能會停工一會 但是因為今年都繼續不能回家 然後就可能叫他們去做 多了一些人回家 因為如果你看回飛機班次 那樣東西 近來都開始炒一些 旅遊航空股 即那些葵程 那些 葵程那些 即是去那兒 他公佈出來 另一個葵程的朋友 就是去那兒 他公佈出來的數字 說春節期間 對比於去年春節 其實那個酒店的訂房的量 其實是大增的 即使對比19年 其實那個增幅 都是挺明顯的 是 不過這一點是需要注意 因為那些 訂房量 全部都集中在三四五線城市 是 這個是比較少有的 因為通常的訂房量 應該集中在這些 旅遊區的 即是如果是春節那樣東西 那不是他們因為回家過年 所以就 因為今年就比較特別少少的 就是你可以回鄉過年 但就不能回家 所以 因為地方政府其實都很害怕 那些回鄉過年的 所以 有些地方政府官 就是叫出這個 惡意回鄉 就是禁止那些人 惡意回鄉 就是 你一回來 萬一如果帶來病毒回來 那就是整個城市 那樣東西 要被人封閉 所以就可能 你回來 就先隔離 再拘留 那所以 變了 可能很多三四五線城市 那些酒店房又被人 訂爆了 那可能你回去都不禁回家 或者不讓你回家 那你只能夠住在酒店 可能住幾天 然後發覺你沒事了 然後可能被你回家 即是見父母 然後再見 這樣走 所以 所以 今年 這個情況 比去年 稍微好少少 但其實都幾難持續 我都見到 那些人 如果是這個時間 去炒航空 旅遊 那類 因為 主要是內地 防控政策 方向 是沒有改變 鬆緊 就隨著 疫情 反彈 而決定 所以沒有疫情反彈 其實跟香港之前一樣 沒有疫情反彈 那大家就可以堂食 一旦有個個案 就馬上禁止你堂不堂食 即是你做健身 美容 那些都是一樣的 內地都是這樣 因為政策方向沒有改變 變成 你永遠都是看著 疫情何時反彈 這個是很難預期的 就是 因為 這個病 大家都知道 在英國 美國那些地方 已經變成風土病 除非你跟那些地方 完全隔絕 我們香港 跟內地完全離開 是 現在是有少許 現在都是這樣 你沒有辦法做得到 除非你完全禁止香港人外出 同一時間 就禁止外面的人入 入來 即是好像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像北韓一樣 是 就完全隔離 在這個世界 裏面的人沒有眼出來 外面的人沒有眼進去 那你就可以繼續 用這種方式 或者你內部 不能回覆旅遊 但是 一旦你仍然 跟這個世界有接觸 如果有人出去 或者有人進來 的話 你的疫情始終會有 減少反彈 即跟內地一樣 內地應該是 疫情防控 即如果是 用防控 你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那一定是 政策做得最好的 第二方 但你見到牛耳也會反彈 即你動一下 例如廣西 即突然間 有幾十個本土擴散 然後整個省封了 這件事 你對於經濟生產 那件事 你是不能搞的 即你做生意 你做廠 跟香港一樣 那些朋友 可能去年 十一、二月開始 覺得 沒什麼事 所以 重新開過餐廳 那樣東西 那一聲 又再 再封閉 然後你的租 裝修 那樣東西 那 即中國內地 也是面對著 相同的問題 所以 零售各方面 餐飲 都要面對著 這個風險 是 所以你說 有什麼方法 對於政府來說 有什麼方法 我確定可以 可以扶持到 那個經濟 那樣東西 那就多花錢 是基建 所以如果 之前都有說過 如果今年炒股的話 其實都可以嘗試一下 跟著那些國策炒 就是 看看他們 有什麼計劃 還有有什麼 開會大局 那 聽聽他們說什麼 再估計他們 接下來的辦法 是怎樣 不過提外話 說少少 就是 印度神童 就出了一個新的語言 就說 這個 Omicron病毒 這些 近來出現的病毒 那 他說 會在今年的五月 就會 逐漸是緩和 然後到下年的年頭 就會無緣無故消失 這個純粹是 我昨天在做功課的時候 無緣無故 為何Youtube 彈了一個印度神童 最新的語言出來 就給大家聽聽 你有聽他們說的嗎 沒有 你聽得明白嗎 我聽不明白 印度神童說什麼語言 我聽不明白 就是我聽台灣的KOL 說回台灣的 說 今年五月就會慢慢 逐漸舒緩 明年就會沒有了 不用五月 Omicron 你見到 你見到 英國和美國 數字已經下降得很厲害 但是香港 因為 那些地方應該都 全民感染了 所以 已經剩下 少量的人 還未感染 等他們感染完 他們應該解決 至少還有十幾億人都未感染 中國大陸那邊 不不不 我講歐洲 美國 其實現在西歐 就急起直追 你看到法國 一下子 日日增幾百萬 所以他都很快 所以其實 大家都是那句 要保重身體 很後悔這兩年 沒有信印度神童 否則住在本山 你信他什麼 印度神童 這幾年說了很多東西 太多了 我自己都忘記了 忘記了 忘記了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做過 因為 他的準確度有多少 是啊 因為他每天都有預言 是啊 看一看 我不知道 Garry你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預言 否則你住不了半山 接著繼續 九九八八 他就說 已經說到 滾走了的問題 先 九九八八 他好像是問 近期上網幾多 麻煩 剛才 其實我又跟Ellen去夾 題目 說什麼題目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今天其實都不用怎樣看科技股 全部都 錄到 好潮 這個 1810 我的愛股 跟著 700 然後開了 九九八八 其實都是不開胃的 那圖 但你說 上網幾多 我真的 不是不太會改 因為近陣子 回答你 你是不是買了 不知道他 真的不知道他 你買了 如果跟他長相私手 那就 雜誠不要看 如果你想跟他長相私手 你打算跟他談戀愛 談一輩子 就不要看他股價 對 因為我很坦白跟你說 這段可見的將來 你都不會覺得 他股價上有任何 為你提供開心的時刻 所以你說 如果這個九九八八 近期上網幾多 真的很難回答 如果你說 想找個位子走 其實現在都是很好的位子走 對 如果你真的想走 你看到他在下降軌道的頂 是 所以看看PoCon 你看一下 你是否還繼續聽 可以看看 接著就836 836就說 潤電力說 現價可不可以買之餘 其實也有其他庭眾都問 其實近陣子的電力股 還有沒有得炒 看836的反應 我又覺得電力股 是未炒完 是 電力股 之前就在擔心兩樣東西 第一個 就是他們的業績會很頑皮 是 的確 比大家想像中的頑皮 就更加頑皮 就是836出完 這個預測之後 都沒有辦法 因為去年的環境 真的挺差 這些電力股 其實大部分都是火電 火電去年 大家就知道問題 因為缺煤 所以有限電 電價一開始就未提升 但煤價就已經升到爆廠 所以其實他們有一段時間 其實都不是有點前 即是有一兩個月 其實是放了電 試一段電 然後後期 好少少煤價 下了一些 但對於他們來說 就沒有適時反應 因為所有電廠 其實都會有個庫存 你預算了十幾二十日的煤 所以即使煤價下來了 其實電廠仍然在燒貴的煤 所以其實他用這些貴煤 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電價的升幅 其實一來的時間比較短 因為去到很後期 即是法國真的到處都要停電 才容許這些電廠的電價 有20%的一個上浮空間 所以這個時間不是維持了很久 所以對於據地來說 這個方法是有限的 這個情況真的要去到一月份 就稍微改善了少少 因為一月份的時候 煤價跌了一點 然後電價就已經上去了 見到機營環境沒有那麼慘 叫做最壞的時間過去 然後期望去到第一季到尾 過了冬天 開始暖 取暖的需求就開始降低 能源的供應就應該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大部份能源價格 就有機會回落 那他們的機營環境就好一點 同一時間 這些電力股 還有一個轉型的憧憬 即是836、902 這些由傳統火電 轉型去到新能源的發電 這個應該未炒完 之前經歷了這麼大的調整之後 所以 但是你說誰比較直播 看起來就好像902 是比較直播 902 是 看起來那個價位來看 902可以直播多少少 相對836 或者2380 其實這幾隻都是值得考慮的 所以可以再考慮一考慮 不過我還是繼續喜歡農圓電力 因為覺得它都是好像 它沒有跟著其他那些一路插 都是在那裡玩波幅 慢慢再走環行為 所以看它會不會再破一成 因為它沒有什麼火電 所以其他火電插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說買電我都只是看這一隻 即是純粹新能源 即是純粹新能源 另外就是說油價 Garry就說看100厘 現在回回一點點 我記得我剛才看的時候 是89美金一桶 你說WTI 是的 然後就譬如883 原來差不多了 又再去10元 它經常都是那句 10元這個位置 真的衝不上去 是 看看油價升不升 至於你說油價過不過100元 你要問一問普京才知道 是 即是你問一問普京 他是不是打 打就一定 即不單是100 你覺得一點呢 他們那邊 即俄羅斯那邊 好像有些少許混亂 其實就很好笑的 給我的感覺 就是俄羅斯 即是擺個格局出來 就好像打獲金 但其實他應該是不想打的 至於其他 如西歐那些國家 或者美國 就雖然擺到明 就是擺到明 不想打 但似乎在旁邊 就勒喊座威 哈哈 如果有看以前鄭伊健 那些戲 就差不多了 是啊 快點打 快點來 但都是拿著鐵通 慢慢退後 其實我也希望是這個情況 真心 因為打一次仗 其實都很 好笑什麼 Garry 就是打一次仗 其實我覺得 是很損害這個世界和平的東西 哈哈 哈哈 我這樣說 你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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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我真的覺得 是很損害世界和平 有很多小朋友 在俄羅斯 我真心覺得你對 打仗 一定會損害世界和平 真的會損害世界和平 但是都是說一句 現在那個有價 其實都不少人都在說 是要看俄羅斯那邊的局勢 是否真的打仗 或者是怎樣的 是 譬如去到這個八百三為例 就是怎樣 你覺得太戶門真的打得成 是啊 就是說我觀察到的趨勢 我真的不是很認識 這些那麼複雜的國際關係 但是給我的感覺就是 這件事可能會拖得比較長 那因為俄羅斯在那裏紮行馬 你說短期 就是這兩個禮拜裏面 就是設軍 就是大家回家 應該就不會的 你很難下台的 是不是 就是你叫這個普英大帝的面子 擺在哪裡 那所以就可能紮行馬 都要紮回三個月半年的 這個這樣的氛圍 可能就紮行馬 紮行馬然後談 那可能談 就是這邊又談一下 那邊又在那裏紮行馬 那這邊又在那裏紮行馬 那可能都會拖回三個月至半年 但是如果真的不打的話 我覺得油價要突破的空間 就不是真的很大 因為都是跟我天氣是有關係的 就是之前是各方面疊加的 就是一來你的局勢升溫 然後那些產油國 就是OPEC加那些 又不肯爭產 那還有又有個取暖的需求 那所以一下子呢 就天然氣啊石油啊煤啊 那樣東西 就全部扯了上去 好了那現在呢 就進入了 那麼好笑的 進入了這個春天了 那就是春煤大地了 那所以就取暖需求 那樣東西呢 就會降下來的 那所以 變成一個需求降低 供應其實仍然充足底下 那本身就那些能源價格 應該是會有 就是壓力應該會輸不回來的 那所以如果真的不打的話 就是 如果這一刻不打的話 那油價是真的有機會 慢慢淹下來的 那些油股就 喂 重倉的東西 因為總是充不到你10元 李先生會派利是 他派了 不過我不會在這節派 等一等 好像今天 他們那一集都會派 他說古學仔細嗎 我們剛剛可以形容 他們覺得很貼切 是嗎 是 我覺得這個破壞世界 很貼切 你很煩啊 這集不一樣 然後呢 就是去到這個 怎樣呢 我真的很認同你這句 你一句真的說得好嗎 其實我說真的 你笑什麼笑我這麼大聲 其實真的 真的不太好 過身靈淘炭 好啦 我們繼續說回這個2343 先 因為呢 剛剛彈了一個news 2343 這麼快真的超強勁 然後呢 就創 又創一個月新高 那 就說 預計他去年 全年是賺8億的 那 就是順利 順利是賺8億 香港動態防疫 是啊 動態防疫 什麼 通常隨便有一分 忍不住 扔東西就罷得 是的 是的 超闊離間 但是呢 說近來那些韓運股呢 雖然都是 近來沒有什麼人說的 但是呢 不聲不聲呢 原來都嚇你啊 害怕了 2343 然後144 剛剛我再做節目之前 跟你說過 原來也是創新高 那316呢 其實都是靠近二百零幾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呢 橫行位呢 然後其實我覺得已經存定了 然後去到1919呢 又是 現在十三個幾個時候 一旦 就是又是靠近一百天線 然後馬上去 就想沖十六元這些位 世界和平就沒有股炒嗎 世界和平就沒有股炒 都不是啊 你看看那些鋼股 電力股那些 都可以炒其他東西 你過一段時間 就是世界和平 都炒到慶後學 你見到美股是不斷地創新高 又創新高 對 所以 譬如說回我們這個 韓運股的走勢 是不是都可以繼續 繼續看定些呢 或者看一看呢 還有奇雲基近這一句 我真的很想說 對不起 很無聊 他說 每六十秒 就地球失去一分鐘 就是剛才我講過 那個世界和平的理論 一樣 你跟他說 你跟他說 我不留言 沒事 我覺得幾是梁朝偉 和張國榮 這句話 是嗎 不是幾是黃家衛嗎 是的 都一樣 OK 好 接著我們先說韓運股走勢 其實譬如當成144的話 你都繼續強勁 2343又是繼續強勁 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於韓運股 應該是炒業式的 還有炒派息 其實韓運股 你見到尤其是316 如果這個點子 我就會寧願炒316 因為316派息應該最慷慨 就是316 316 因為他一定是賺多少派多少 大家都覺得他去年應該賺到瘋 是 是啊 是啊 你見到他的PE是三倍左右 所以如果他真的派足的話 真的賺多少派多少的話 可能去年全年都會派幾十元 所以那些人不是就是 如果以前買的那些 他們是負成本 因為派息都已經派到你 是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賺上去 好了 然後我再繼續去到這個 2600 怎樣看我 2600 中國旅業 其實都是說剛剛資源旅價 是的 還有旅日有多少少東西炒 因為國際旅價又破頂 破頂就 這次真的是關中國的事 因為前幾天廣西的單位之後 廣西都封了 其實廣西本身是有幾大的旅礦 那裏就是礦業有些停產 所以價就飆了上去 可能會再炒多一兩天吧 是 看看先 中國旅業的話 還有那個套來講 如果這套來講 OK的 可以再補一轉 如果打穿了 是啊 還有如果再上 就是問問普京 又問普京 是啊 因為 你有沒有給電話 是啊 如果普京打的話 那你 歐洲 美國 出兵 我覺得未必會 因為這一個 但是 自己馬就制裁 他 起碼 制裁就是 俄女先 不要啦 俄女 我很久 我嚇了一刻 你知道這隻俄女 是嗎 為什麼 你有 有 嚇死我 那你真的要盯著普京 如果普京打的話 我立即打電話給俄羅斯的朋友 喂 你們怎樣 那至少也制裁 第一時間要求美國資金 歐洲資金 全部都要沽 對 沽 然後就先看 早晨 Hailey 然後 去到哪裏 Gary還未回答我們 你說引動神童 說了什麼 搞到你不相信他 這樣 回答一下 1786 他說 會不會有私有化的可能 哈哈 我餓了嗎 是啊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打理不到 這個可以再看看 怎麼樣 Tom轉頭回答你 按9939 再看看 開拓藥業 開拓藥業 你還在扔什麼 但那些藥業 還在扔什麼 還在扔什麼 我覺得 開拓藥業 就已經爆炸了 他說怎麼看 怎麼看 怎麼看 其實如果你知道開拓藥業發生什麼事 他之前就炒得很高 原因就是他有一種新冠的特效藥 就是治療新冠的特效藥 進入了這個三期臨床 之前有結果了 就失敗了 是啊 所以他就沒有了就沒有了 失敗了就失敗了 你是從頭來過 如果不是 除非好像這隻威夷鋼那樣 他就這麼幸運 那時候上集有說過的 是啊 因為美一戒是真是很幸運的 那隻藥本身是整理醫這個 就是高血壓 那些疏通血管 他作為醫高血壓是失敗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以醫療這個勃起功能障礙症 嗯 不知道為什麼 開拓這隻藥真的失敗了 你唯有寄望他有沒有其他的用途 我覺得很難 不是每一隻都好像威夷鋼那樣 這麼多 萬中無一 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上集再上集 我跟他做節目那集 他有說過這個項目 那時候他剛爆炸 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爆炸完之後再這樣 好記得 然後 然後剛剛再關上一隻三四七來看 都是繼續挨著高位 大家都可以再繼續看一看 那另外就2799 新特能源就問延價可不可以入呢 新特能源 可以薄的 可以薄的 我覺得始終估值是便宜的 還有他認減 打錯了 2799 對不起 我就覺得奇怪 中國話用 是的 2799 不懂得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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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Andy不好 然後就另外 去回 我70 他不是想問一隻狗狗嗎 其實我想是不是1799 是啊 他是不是想問1799 但我打錯了 Andy 你試試看1799 還是2799 我可不可以當他是1799 即是2799從來沒有人問過 是啊 我開一開圖都嚇一嚇 不 如果是2799 就不懂了 1799 我們現在看新聞 我們講一下1799 因為始終都是機會來的 因為便宜 有息 息也不低 上輸當英歸的價格其實沒有怎麼下跌 今年的裝機量 至少暫時看到其實依然是充足的 我想需求沒有問題 價格沒有問題 營運沒有問題 現在這個價格我覺得真的低 而且是便宜的 即是新德 和3800 也一樣 3800 他現在回A 那裏 還在計劃中 他們好像是未確認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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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確認 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說出消息 而已 OK 我覺得 即是你研究一下 搞得來 可能年中到年底 其實這些都是出消息 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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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間會報告 盡情未來 但昨天的消息好像也研究不到 昨天研究了 但是回落了 昨天研究了 那個感覺 當然 近來的氣氛是真的弱的 因為 看回 這個 當然是龍頭 即是龍基 龍基的價格是幾弱的 即是A股的價格 我忘記了這個標 嗯 接著就去到這個 1878 他說這個 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不會受中央政策影響 畢竟都是蒙古的 有沒有留意這支 受中央政策影響 其實這支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很少看這支 都是說煤炭開發和坎炭 都是說煤炭 這麼小 我真的沒有看開 我不知道這支還有沒有做煤 對 現在市值是3.98億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當然是買一些 接著炒高位的那些 現在這些安降的那些 雖然無關事 即是說那些資源類的 是 177 1898 就是染煤 中煤 是 這裏還是繼續捱住高位 如果我要炒 我會炒一些 破人高位 對 即是你炒一些真的有煤 那些 南哥壁那些 我不是很適合 它還有沒有煤 嗯 接著就看七六二 中國聯通 可不可以入呢 還有 待會再看三三二 因為康師傅 現在說了康師傅 因為我看到 又是A股那邊 其實那些 食品股 其實都是有不錯的升幅 早排 還有現在是否炒疫情 因為又開始爆 即是爆得都 你說誇不誇張 其實大家都預期了 都是差不多的數字 可能都有個預示 可能會好像外國那樣 不知道是否因為相關的消息 其實康師傅都一直維持著升 有些少少是炒加價 是 因為康師傅這些 就有加價的憧憬 因為其實之前 統一加價後 股價飽升 現在輪到康師傅 還有這些相對來說 比較便宜 又穩定一點 現在市場偏好 都開始在這方面轉 即是之前可能大家炒 夢想為主 即是哪些是可以幫你發夢 那就炒 美股也是 但是近來你發覺 在一個加息環境下 即是美股的法夢股 就已經發到爆了 但是其實你見到 美股有PE的那些 還有PE不太貴的那些 其實那個回調的幅度有限 你叫Apple就知道了 其實Apple不是跌很多 純粹真的 法夢股真的跌到胖在這裏 回來這邊也是 所以投資的編號 可能有少少的改變 由之前我們法夢股出來的那些錢 進入這類真的有PE 經營環境有穩定的一些股份 康師傅統一這類食品飲品股 是其中一個選擇 相對於其他 例如啤酒 來到港還是便宜 啤酒股普遍是三十倍PE 現在康師傅統一那些是十多二十倍PE 康師傅稍微貴一點 就二十倍PE 其他統一和旺旺其實再低一點 那些是十六七倍PE的股份 那些未來便有多少少機會 可以再加一加 最後兩條問題可以快回答 剛才說七六二 她說可不可以進入呢 七六二 有少少炒完 這些 中夷那些 九四一都昨天出了大陰族 今天都繼續陰族 是啊 九四一有少少是拉A股 因為A股其實就 因為之前增發了A股 增發那一刻其實走勢幾樣衰 每天都在招股價附近徘徊 你作為一間最大的電信股 如果你的破法就好會好 所以就會迫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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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至早幾天 所以昨天帶音粥,今天也有一點是開音粥,而且我走勢開始不漂亮 所以這一堆就停一停 停一停,等它下來,喜歡到我覺得是長期值得關注和留意的 因為顏色很吸引,經營很穩定,顏色很高 最後一題就是662,為什麼我都會說回答這題剛才閃 因為最近那些貨窩股走勢都不俗,我覺得是不俗的 九無九,尤其是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但是為什麼我會特別想說662,因為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2月20日限售就會解禁,可能就是市場上本身要保持貨 其實2月20日就要開始可以沽了 為什麼會有限售? 我不知道,我在這裡看到 什麼限售股? 我先看一看,我要再看一看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是2月20日… 即是浪高,然後轉了限售股嗎? 我不是很有印象 但是我看相關消息,就有這個新聞彈出來 就說有機會2月20日就可以解回,在市場上股貨 所以那隻海底撈,就算可能現在說它衝高或者彈 可能說低位那邊彈回來,會不會都是要留意這個項目 認同 認同 對,所以希望Coco你也聽到,最後一個人也想幫你說 提醒你這件事 大股現在夾上去19點,雖然是微微的聲幅,但也叫夾 現在也在做24,943點,希望今天可以看到25,000 現在大股成交今晚就708行大汽車,708億 那一會兒我們就… 你們今天派利是吧,是嗎? 可能今天,可能明天,我問一下,可能下個禮拜 哦哦哦 好啦,因為本身他們會有一個派利是活動 看看一會兒他們會不會再派 即是用屁面派利是 那我們就一會兒再跟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 緊密留意著哦,真的 是的,派利是,有錢拿的,真的有錢拿 昨天不小心拿了一封,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